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现在 素人时期的女星,baby长相不普通,看到热巴,美到心坎里 娱乐圈里面有好多明星都是长大后才做这行的 这也就意味着之前成长时期的她们都还是素人 既然如此,那你有没有在注意或者喜欢上她们的时候考古这方面的内容呢? 有些人肯定早早了解过 如果你不是其中的一员,建议大家先来看看整理出来的这些 赵金迈是前段时间才爆红的,在这之前拍过几年戏 最开始做这行的时候还是小女孩 算是观众半路看着长大的 这个阶段刚好变化不大,因此素人时期和刚出道那几年没啥两样 比如说看这张在学校舞台照,根本看不出来啥时候的,五官就没变过 素人时期的baby,脸型挺不错的,标准额蛋脸带点婴儿肥 就是具体五官不怎么样 最糟糕的就是嘴巴和鼻子,美观度差到几点 就因为这两点 当时的外貌比普通人的还要普通 谁能料到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会变得精致的像个洋娃娃,颜值达到顶峰 赵丽颖那时候好清纯,仿佛一张空白纸,让人觉得她什么都还没经历过 不过在那个年纪,她也确实应该这样,这是每个人都要去经历的 照片中的她有着还可以的五官和相当清澈的眼睛 名副其实的漂亮姑娘 要是再化妆,肯定会比当下亮眼不少 杨子算是众多女明星逆袭的代表之一了 变化大到从长相只能看出有些神似 要是认真看表面每部分特点的话,根本找不出相同点 这张的她还是学生 肉肉的圆脸和向外翻的厚嘴唇,还有略微扩大的鼻头 这种长相的女孩只能凑合着看,优点不太能get到 迪丽热巴是真的绝了,别人都是越来越漂亮 等回头看旧照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距 而她不属于这种情况,每个阶段都沿直在线,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第一眼看到这张素人照的时候,瞬间觉得她美到了自己的心坎里 那立体且线条优美的五官,一切都刚刚好 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现在 迪丽热巴是如何从身材臃肿的胖妞蜗变成魔鬼容颜的红潭女神的? 很多人对迪丽热巴的第一印象都是在她演的第一部剧中 在剧中还有卖萌 拥有一个刘海的浮渠看着让人感到十分甜美 角色一出现就纷纷爆出乖萌可爱电影萌神的称呼 大家对胖迪的喜欢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种子的吧 之后又饰演了很多角色,让我们的目光自动瞄准到了热巴的身上 其实将胖迪饰演的角色算出来的话还是非常多的 饰演的我们主要将胖迪饰演的一些角色说一下吧 有甜美风和酷炫风的 胖迪的独立自主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第一点是因为胖迪的长相不仅好看 而且还会让人看起来会产生莫名的好感 完美符合绝大部分国人的审美 五官端正,肤白貌美,身材也好 这些外在因素近乎完美 加上胖迪的大老板秘密分配给胖迪的角色也很好 再加上胖迪自身的魅力和自身能力 导致胖迪十分受人喜爱 胖迪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子了吧 克拉恋人中胖迪演的是一个嚣张善良的角色 性子直不管面对谁都是一样的态度 敢说敢做外表霸气内心 单纯的角色即使与真实的胖迪 判若两人但胖迪依然饰演的无可挑剔 有不少人都是因为这一部更加喜欢胖迪了吧 胖迪的卖萌术也十分高超 卖萌界的小工具 从一开始的平凡到不平凡 胖迪在剧中十分调皮 剧中胖迪穿制服的样子可以说是酷的不像话了 这部剧看完让我也很想很想当保镖呢 虽然不会有胖迪的那么酷那么美 在演绎的路上胖迪真的是努力了 有一个很火的电视剧中 胖迪老板秘密饰演的白浅在剧中的性子 也是很随自己的姑姑 播出的时候就算是在大街上都时常有人会聊起来 白浅和凤九两个角色甚至渗透到了游戏里面 胖迪的演技也是十分厉害的 在结尾的时候都令人看得十分感动 眼眶钟泪都在打转 真的是佩服胖迪 胖迪还演了李慧珍这个人物 在剧里的胖迪迪演的女主角李慧珍 是一个曾经的美少女 现在蠢萌蠢萌的还差点被自己的好闺蜜抢走了 自己喜欢的人 剧中的胖迪即使妆容不好看 但在胖迪美丽的外表面前 是那么的不值一提 这个角色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傻傻的很天真 不过慢慢的就逆袭了 这一部戏的后半部分比较好看 因为我们的胖迪逆袭了丑真变美真 令观众大开眼界 很多人说迪力热巴能红是因为 恰好生在了看脸的年代 如果只有高颜值就能红那也太小看明星了 胖迪能红不仅仅是因为她的高颜值 受在演艺圈爸爸的影响 使胖迪从幼时就对各种艺术类的东西有兴趣 钢琴 舞蹈之类的都是小意思 可以说是很多才多艺了 再加上胖迪的人设实在是没得挑温柔又善良 颜值高又努力 性格好还有演技 而且还遇到了大秘密这样一个对她好的老板 有实力加上运气好简直是无敌了 这些资格 划网络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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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